欢迎回到美东新闻 美国总统拜登本周早些时候赦免了自己的儿子亨特·拜登 结束了多年来导致美国国会议员分裂的一场柔常的政治事件 在总统任职最后期间进行的赦免历来都存在争议 在美国总统拜登的任期只剩下几周时 他赦免了自己的儿子亨特 12月2日星期一 白宫为免除小拜登的枪支和税务欺诈重罪定罪的这一决定 进行了辩护 卡琳娜·让皮埃尔是白宫新闻秘书 他为此苦苦挣扎 因为他相信司法系统 但他也相信政治感染了这个进程 并导致了司法的误判 今年早些时候 拜登曾经保证不会赦免 声称在美国没有任何人能凌驾法律之上 我说过我遵守陪审团的裁决 我会那么做 我不会赦免他 3日美国国会参议院民主党领袖 拒绝回答有关赦免的多个问题 查克舒默是参议院多数党领袖 众议院共和党人调查了亨特拜登的海外交易 认为拜登总统应该因为从中受益而被弹劾 尽管从来没有提供有说服力的证据 亨特拜登的律师马克·杰拉格斯说 赦免是必要的 我不知道怎么会有人能一本正经地说 这不是一场带有政治动机的起诉 拜登不是第一位赦免自己亲属的美国总统 但是一位法律分析师表示 此举令人不安 令人遗憾的是他无法树立让正义得到伸张的榜样 他觉得他不得不采取赦免这一高度政治化的步骤 因为这确实让我们走下坡路 或者说至少强化了以这样的方式使用豁免权的一条道路 特朗普在他的第一任期内给予237人行政宽大处理 其中相当多人被判欺诈或公共腐败罪 他们中很多人绕过了申请赦免的传统程序 特朗普还保证要赦免那些被裁定 在2021年1月6日试图推翻2020年大选结果 而袭击美国国会大厦因而犯罪的人 美国之音记者吉普森 华盛顿报道 Jelajahi cara baru mendapatkan informasi Download MetroTV X10 sekarang